朋友聚會把寵物裝進外出 河杯上身 一群人到戶外散步曬太陽 不過仔細一看 這些全都是寵物石頭 還有民眾一養就是三年 去那種河邊 河邊就有很多 然後就會撿起來 就收集這樣 我幫他用那個貝殼做耳朵 像兔子 要保護他 如果他摔到了 他眼睛會破掉 把石頭當成寵物 不只替他取名打扮 布置小窩 假日還會帶石頭出門玩 跟他們對話 抒發心情 網路上還出現 各種寵物石頭 專用周邊 包含造型外出包 跟飼養盒 價格大約落在 一百到三百元 還有專屬的房子 椅子 依照複雜程度 大約一百到五百元 甚至還有寵物糧食 品項從五穀雜糧飯 蔬食餐 滷肉飯 和草莓粉冰晶 多種飼料 可以選擇 價格大約一百元上下 滿足飼養員的各種需求 晚上睡覺也不忘幫石頭蓋棉被 但其實早在二零二一年 南韓的寵物石頭就開始爆紅 在高壓生活下幫助民眾 舒緩壓力 療癒身心 還有家長陪著孩子共同飼養 跟石頭傾訴 煩惱排解壓力 又不需要像養貓狗費心照顧 寵物石頭跟朋友一樣的相處模式 也成為民眾另類的心靈寄託 三星光宇 宣傳媒話 台北報導